林高远和张宇珍的比赛 前四局双方战成2比2平 第五局林高远一度取得了5比1的领先 但张宇珍球风强硬 敢打敢拼 韩国选手紧咬每一分 一时2比10逆转拿下第五局 和坚定的韩国选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林高远越打越有些发懵 决胜局中林高远完全没有了思路 不断地无畏失误给对手送分 白短失误 反拉失误 反手还失误 最终林高远6比11输掉决胜局 总分3比4不敌张宇珍 止步难担八抢 感觉自己在场上还是五位失误太多了吧 特别是领先的时候感觉 其实很多七位球也没把握住 特别是最后一局也是打丢三个半高 我觉得就在一些五位失误处理上 还是比较欠缺吧 也是在上来打了一些交注的时候 可能一些扣分能力 还是相对比较差 另一场南单四分之一决赛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凡振东 对阵巴西选手卡尔德拉诺 首局中断 场上出现了一点意外 卡尔德拉诺将台内球打飞 却正好击在了凡振东的眼睛上 按照卡尔德拉诺的出球速度 凡振东遭受的这次重击不会太轻 好在凡振东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凡振东最终以4比1淘汰对手 晋级男单四强 他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张宇珍 确实我觉得一场一场打下来 其实总体我觉得发挥都还比较正常 也是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然后自己也是希望通过今天这种比赛 通过整体的这种感觉 能够一场比一场好 包括明天的比赛 自己也是会再去调动 然后再去全力以赴